在SPS中 有观众曾询问过 伟田是否有上下级恶魔果实的关系 伟田很肯定说确实存在高级种 但至今为止只出现了四种 分别是蹲压果实与轻重果实 冰冻果实和雪雪果实 演讲果实和烧烧果实 武器果实和快展果实 前者是后者的上级果实 其他也有一些让人怀疑 是不是同种类的恶魔果实 不过这些恶魔果实的能力 规则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 而且能力的强弱不等于角色的强弱 不管何种战斗 都无法预测出胜负的走向 那么下级果实就一定比不过上级果实吗 非野 首先拿第一对上下级果实来对比一下 轻飘飘果实的能力是可以自由变化体重 最新的时候可以只让自己的身体变成一公斤 身体比较新的话就可以悬浮在空中 最重则可以变成一万公斤 可以从高空中对地面敌人进行压化攻击 冷压果实的能力也是如此 也可以改变自身的体重来攻击敌人 但是重量则是以吨为单位的 最高可以达到一万吨 重量方面远甚于轻飘飘果实 但是这颗果实的缺点也是重量 增加自身重量时造成的冲击力量 反而会让能力者自身受到伤害 相反 轻飘飘果实则没有这样的缺点 因为轻飘飘果实的重量更轻一点 这样一对比的话 两颗果实的优点和缺点就显现出来了 轻飘飘果实的优点是比较轻 身体变成一公斤的时候 可以实现快速升空 适合对付那些比较灵活的敌人 缺点是威力不足 等压果实的优点是攻击力强大 一万多能力量砸在敌人身上的话 是非常难受的 缺点是灵活性差 选空速度远不及轻飘飘果实 使用能力是会使自己受到一定伤害 马哈拜斯曾因为反冲力的作用 导致自己肚子出现了短暂疼痛 该能力适合对付不怎么灵活的敌人 所以伟田给马哈拜斯安排的对手是海尔丁 而并非卡文敌血 接下来是冰冻果实和雪雪果实 两颗果实的缺点都是热量 一旦遇到高温 不论是雪还是冰都会融化 比攻击力的话 冰冻果实完胜雪雪果实 因为冰的硬度远远大于雪 如果比可塑性的话 两者基本上相差无几 再看之下雪雪果实 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冰冻果实 但是雪雪果实也可以开发出其他独特的能力 在有太阳的情况下 雪可以反光 可以当闪光弹使用 或者是自己制作暴风雪 来阻挡敌人的视线等等 另外雪虽然硬度低 但是将雪压缩成为雪球的话 攻击力还是可以的 关键看怎么开发吧 接下来是岩浆果实和烧烧果实 雪雪曾经说过岩浆果实是烧烧果实的上级 因为岩浆可以把火燃烧殆尽 如果两者对拼起来的话 岩浆果实确实比较克制烧烧果实 但烧烧果实并非一无是处 要是比威力的话 确实烧烧果实不及岩浆果实 但是比速度的话 烧烧果实则比岩浆果实快多了 由于岩浆的密度大 所以雪雪的招式飞行速度相对缓慢一点 它不可能像S使用火枪那样 对敌人进行连续横扫 这就好比两个ADC 一个ADC宣布出的是攻击装备 点他人一下就非常疼 但是攻速满 另外一个ADC出的全是攻速装 虽然攻击力弱 但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多点敌人几下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最后再来看一下武器果实和快斩果实 快斩果实能够将身体刃和部位变成刀刃 包括自己的内脏部位 使得身体犹如钢铁一般 所以才可以做到刀枪不入 武器果实则是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变身成为所有武器 无论是刀剑还是大斧头 又或者是手枪以及大炮 都可以做到 即使变身成为炸弹攻击敌人产生爆炸 发尘爆弹碎片也是可以再次复原的 变化形态方面 武器果实完善快斩果实 因为武器果实不仅可以变身成为刀刃 还可以变身成为其他武器 而后快斩果实只有一种形态 但武器果实的缺点也在这里 快斩果实因为只有一种形态的原因 所以使用者的出事状态就是刀刃 被敌人偷袭的话也会免于刀剑攻击 但武器果实没有固定的形态 所以很容易被敌人偷袭受伤 如若有超高级剑纹色霸气的话 或许可以做到在敌人攻击之前 将自己的身体变身成为刀刃 从而免于物理攻击 虽说伟田只介绍了四种上下级果实 但这毕竟是前期SBS中介绍的 随着之后剧情的发展 其实还有其他一眼就能看出 是上下级关系的恶魔果实 比如小忍的叔叔果实与玻璃的能力 玻璃的能力名称没有公布 大概率和年龄有关 它可以改变自身或是其他人的年龄 让自己或是其他人变成小孩或是大人 而后小忍的叔叔果实只能变大 却不能够变小 它曾把陶之处催熟成为28岁的年龄 并且变大之后貌似回不来 乍看之下玻璃的能力远胜于小忍的叔叔果实 但小忍能够做到的事情玻璃却做不到 小忍的催熟能力不仅能够用在人身上 还可以用在其他东西上面 比如将苹果催熟果实使苹果快速腐烂 另外有观众觉得橡胶果实是弹簧果实的上级 这两颗恶魔果实都是前期剧情中出现的 但是伟廷并没有提及 伟廷的原化是不同果实能力的规则会有不同的变化 两者因为形态变化不同的关系 所以不算是上下级果实 但比如爆裂果实和炸弹果实 爆裂果实的设定是可随心所欲的引爆自己的身体 又或者是引爆自己触碰到的无机物 炸弹果实的设定是身体任何部位都可以爆炸 包括弹出来的笛屎 嘴里吹出来的气体 本身也不惧怕炸弹 因为能力者本人就是炸弹 哪怕嘴里吃下炸弹 也会毫发未损 这两颗果实观众提出来后 也被伟廷给直接否定了 另外能力克制也不一定代表 两者就是上下级关系 比如快展果实和分裂果实 无论达兹波尼斯如何斩棘巴基 巴基都会毫发无损 但两者并不是上下级关系 另外巴基的能力也比较克制罗的手术果实 手术果实可以在自己制造的空间当中随意切割物体 被切割的身体不会死亡 也不会流血 更不会感到疼痛 犹如做手术一般 假设罗把巴基给切割了 那么巴基用自己的能力再合上就可以了 另外即使罗不切割巴基 巴基也可以做到主动分裂 虽然存在克制关系 但两颗果实并不是上下级关系 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 下级果实的能力不一定比上级果实弱 虽然某些方面远不如自己的上级果实 但其也是有一些优点的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 我们下期再见